《余恩怀疑》 这个因缘是 有人佛的弟子里面问佛 佛出成道子以后 到陆违院去转法轮 焦尘如五必修 那么最先听佛说法的圣道 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呢? 佛就说这个因缘 就讲这个故事 在九元九元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叫嘉丽王 这个国王 他这一天 带着皇宫里面的他这些女人 到野外去 到深山里面去旅游 旅游嘛 可是他疲倦了 他就握着那里休息 那么他这些女人 就另外到别的地方去走 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坐 看见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淫汝仙淫 他有五百个弟子在这个山里面修行的 那么看见这个仙淫呢 那这些女人就为这些人讲解一些佛法的道理 那么这些女人听着很欢喜 可是这个嘉丽王睡醒了的时候 他说看着不看见女人了 那么现在他手里拿着剑 就各处走 看着在这里 那么就对这个仙淫就是问他 说是你又没有得出国 我得二国 得三国 得四国 他没有得圣道 说是我没有得圣道 说是你又没有得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说我没有得 说是没有得 你就是普通人嘛 你普通人 你有这么多的女人在这里 这件事是可疑啊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修严汝 修严汝 这个王说说我试一试看你能不能严汝 这个嘉丽王拿着剑 就把他两只手可断 夹断 断了 断了 说是看他呢 面才不变 你在这干什么 他还说我修严汝 这个嘉丽王又把他两个足又说 可断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修严汝 他还说修严汝 所以我说严汝 把他鼻子也割断了 把耳朵也割断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修严汝 修严汝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五百个弟子从虚空里飞来了 飞来就对他说 对他称师父啊 说是你受这个王这样的回路 你这个引辱的心有没有死掉呢 所以我心里面不便宜 不受影响 心里面还是寂静的 还是平静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嘉丽王 把他身体这样子破坏啊 他就面色不变 而一直说是严汝 而他的弟子从虚空回来的呀 称他为师 就感觉这个也不是平常人啊 不过平常人就向他忏悔呀 哎呀 说是您是 您是 您是神人啊 我这 这样子对分太子不对呀 我向你忏悔呀 这时候这个天空里面呢 这个乌云密布啊 这个雷 大雷 有大 大风这样子 然后这个严汝仙人呢 就是对着天空说 说如果你们这些龙神呢 要是为了我这样子 不要 不要伤害这个国王 不要伤害他 他说完这话嘛 也就没有事了 然后这个 这个国王对这个严汝仙人说 我也都感觉到 你不是平常人了啊 但是你用什么来证明 你是修严汝的呢 你在有什么表示呢 他说 我 我真实是修严汝的 如果我是真实的呀 你断我的身体 流这个血 能变成乳 这是一个 第二 我能恢复原状 我这个手足 我这个鼻子耳朵割掉了 现在恢复原状 这就表示我真实修严汝的 那么这个严汝仙人说完这话嘛 就恢复原状了 流的血 而不是血 不是一般的血 是现乳式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加利王就是 就是请他 常到荒宫里来供养他 所以有这么一段故事 这里边呢 说他这个王似乎是 也是 懂得多少佛法的 他能问他 你有没有得 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是没得 得没得 四禅 只是没有得 但是他有这样的功夫呢 我这么想 这个人是得无声发言的菩萨了 他说 无 没得圣道 也没得四禅 这个没有得 是波尔波罗密的智慧境界 而不是说我们凡夫没有修行的人呢 说我没得出国 没得四禅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得了圣道的人呢 你这些苦恼的境界 加在他身上啊 他心里面能够不动 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原因呢 我们平常人呢 我们这个心呢 就在这些虚妄的境界上分别 在这虚妄的境界上分别 那么这个 这个刀剑呢 伤害他的身体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虚妄分别心 所存在的地方 所以你就受到了痛苦 这个得到圣道的圣音呢 他心里面呢 他要不入定你 他心里面也是 观察这一切法 这样观察 但是他要正念呢 入定的时候呢 他心能由于圣地 由于地义地 是立切相地 似乎空中无蛇 无所要行事 无言而必是谁 这个毕竟空 这个地义地的这个地方 是无一切法相地 他这个心呢 能由于这个地义地了 你怎么样杀害他 与地义地上没有关系 所以他不感觉痛 他会不感觉痛的 这是因为你得了圣道 会这样子 如果没得圣道 当然不行 没得圣道 你不要说刀割 用针刺你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修宵圣道 会有这种境界 能引入 你怎么样回路他 他心里面能够不动 而这个不动 很自言的 当然这是修行的功夫的境界 你没有修行 你免签不来的 一定能够不动 你招待后 你把황喜 Ja 把柯 een哉 切哑 也руж煮